观众老门大家好 我是老马 欢迎收看野说 这段时间有一部电影貌似是比较火 名字叫别告诉他 主演是一位亚裔女性叫奥卡菲娜 这片子讲述的是一个从小就跟家人去美国的姑娘 突然有一天听说她奶奶查出了肺癌 然后准备回国探望的故事 片子的冲突点就在于人家家里头为了老太太少点心理压力 就决定暂时不把病情告诉她本人 但是孩子从小是在美国长大了 就认为这个事不应该瞒着老太太 于是这个姑娘的想法就跟家里头长辈的一些想法发生了冲突 这个主角奥卡菲娜因为这个片子 获得了美国电影金球奖音乐喜剧类电影的最佳女演员奖 老实话说其实整个这个片子看下来拍的还是不错的 你看这个剧情冲突对比镜头的运动什么的 导演是一位美籍华裔 故事取材也是来自于他自己家族中的故事 那么不少观众也表示看过之后心里很感慨 有的甚至也没少流眼泪 确实老马觉得这样一部以祖孙之间的爱为主题的电影 收获广泛的共鸣是理所应当的事情 也看就要过节了对吧 家对于中国人的召唤力那肯定是很强的 但是不得不说这片子看过之后让我有个想法 就是你看因为这个金球奖第一次把奖项颁给了一个亚裔女演员 不少人因此就很兴奋说可算有一个亚裔女演员 能在北美电影界获得这样认可了 这不正好就说明了这个少数族裔包括亚裔 在美国的社会中这个获得的认可度在提高吗 但是老马我怎么记得前几天有一个华裔的工程师 人家好端端的在咖啡馆里头被人冲进来把笔记本给抢走了 然后他追出去被歹徒开车声声的给拖死了 年纪轻轻当天还是他生日 你说这是偶发事件 那去年这个被披露的那些美国大学 甚至一些美国的部委对华人科研人员进行的调查 又这么说 还有后来美国的一个参议员提出的高技术移民公平法案 说是为了让申请者可以不因为国别不同而出现排队时间不一样的情况 但是肉眼可见 这法案一旦通过就会有大波的中国申请者排队时间大幅增加 然后你就只能看着人家别的国家的后来的申请都比你能先拿到绿卡 更不用说很早之前老马在这个节目中就提到过啊 那个针对留学生的亚裔细分法案 这些个种种例子怎么看着似乎都跟这次亚裔女演员被封为影后 这个事给人的感觉不太一样 其实呢女主角自己也承认在美国一直是被人说到的啊 她自己也曾经身体力行呢 想挑战这种偏见拍说唱MV 然后为自己的这个权力而奔走 但是呢随着她自己的这个知名度越来越高 接的片子越来越多 自己也就越来越不在意这些主义啊族裔啊这些事了 可见身体终究还是比较诚实 所以她自己就自然而然的从形象上有意无意的开始去迎合目标市场的喜好 这也没办法 谁让你在人家地面上混呢 啊你的长相你的习惯你的饮食偏好你的甚至一些思维方式总是免不了带有一些中国的基因 那么人家在人家地面上就会因为这些不同对你区别对待 而在自己祖国的人民眼中呢你又是一身的洋气最后就是两边都不讨好 所以说到底啊这与其说是什么文化冲突啊或者是文化融入问题啊 还不如说是一种文化困境 这个困境就如同那个黑客帝国里那句经典的台词一样 时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选择 哎你是选择更在意家人长辈周围人的想法做事更愿意顾全大局给别人留点面子呢 还是说更在意自己的想法哎自己的利益优先 只要自己认为是正确的事那就义无反顾 这都是个人自己的选择都没关系 哎毕竟世界那么大总有一片适合你的地方嘛 但是老马啊想善意的唠叨一句就是那些个选择了那一边的那些人 哎你们别以为一部亚裔女主演的这个片子得了奖了 赢了口碑了哎就表明在美国这个亚裔的地位就受到重视了 跟你说现实比电影要残酷的多真要比成电影啊 那现在的阶段也就刚走完片头那个主演的人名接下来大场面打戏还没开始呢 大家最好啊调整好姿势做好这个前方高能的心理准备 其实这个片子啊整体来讲不次 但是里边有些那个环节的设置让你看就特别的蛋疼 就是他虽然说的是中国的事 但是你看就是不太对味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